近日有网路直播主在直播间说出台湾养蝦的哪个不用要话语 此番言论也引起媒体节目及社会议论 让民众质疑国产蝦食安一律 像这样子的厂商我们自己也不会用 还是希望大家都是崇尚一些自然 用使用一些自然的养殖方式 对此渔业署出面说明 强调不论是养殖蝦苗 饲料水质及水温 都需要严格管控 且养蝦头药成本高效果不佳 所以渔民几乎不太会使用药物养殖 每年也会针对卫尚市水产品抽验 是否符合动物用药品管理法规定 确保水产品的卫生安全 那这个抽验的部分 如果有验到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由地方的所谓的防治单位 或是所谓的动物不动保的相关的部分 去对于他做所谓的移动管制 确认合格了以后才会上市 所以在民众上面的部分不必担心说 这后端的部分会有所谓药残这些的问题 所以羊虾的技术用最主要是 你的虾苗好不好 根据食药署今年一到三月 请出水产品 动物用药残留结果 总共抽验509件 其中五件检出与规定不符 总合格率99% 不合格水产品中没有虾子的案件 鱼业署表示 我国目前百虾养殖户 90%以上是混养师木鱼 五国鱼为主 每年生产一万吨国产虾 近几年更力推产销履历验证 与友善生态养殖 通过层层辅导与把关机制 生产优质国产虾 更呼吁商业经营 不应以打击本土产业为手段 原始新闻综合报道